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那我做了一个Windows集成OpenWT软路由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目前呢这只是一个测试版本 这个系统目前只是针对于我团购的这个小主机 但是原则上它是支持所有的4125的依特尔I225网卡的这个软路由的 那具体的因为我只有这一台 所以我没有去测试 如果大家想去测试的话 我把这个系统放下来 并且今天呢也会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系统到应该是怎么去用 同时我发现这个小公共器 它竟然是可以带得通3.5英寸的那个台式机的那个硬盘 这个是让我真的意外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系统呢还是有很多我需要优化的和需要改改正的地方 因为它毕竟是第一个测试版本 如果你想去试一下的话也欢迎啊 然后也给我一些反馈 同样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共机它是没有生卡的 也就是我们装上之后 Windows 10可以正常的使用 但是呢是没有声音的 如果想要声音你需要外接USB生卡等等 并且我问了好几个厂家 像这类的公共机很少是内置生卡的 下面我就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统详细的如何去使用 其实呢也是非常简单 不过呢我也是为了照顾到一些新手的朋友 大概的就是分成了三步 第一步的就是写入我的这个系统 第二步呢找到LAN口 第三步找到WAN口 然后呢你直接设置上机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为了照顾到完全小白的这些朋友 我在后面的这个使用教程的时候 可能会说的多一点 大家可以跳着来看各区所需 好那现在我们进入了PE系统 点击这个分区工具 好我们要把你要安装系统的这个盘 然后给它全部的删除分区 那我这边呢你一定要选对啊 因为我这边有两个 而480这个是我马上要进行安装 这个Windows 10这个系统的 首先右击鼠标 然后删除所有分区 点击确定 好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我们再点一下快速分区 这边呢一定要选择这个叫GUID的这个模式 至于你要分几个区 你自己分就行 然后我建议是分两个区就可以 系统分区呢我们给它分配的大一点 给它分配100 因为我这个盘比较大 我这个盘是480的 如果你是120的话 你可以分开这个系统大概能够占到30G的左右 如果你分50G就完全够用了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好那现在呢就在分区 我们稍等 下面我们就用这个CGI备份还原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备份还原的 只要是Ghost的就可以 因为我做的这个系统呢 是备份的时候是用的这个Ghost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这边选择是还原分区 并且呢你这边一定要选对 你要把这个系统 然后把它还原到哪里 那我们这边呢一定要确定一下这个是C盘100G的 好那现在呢这边一定要选对是C盘100G的 好那现在呢下面就是选择镜像了 那镜像呢你下载下来 我这个镜像就是下载到我的移动硬盘的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软路由的这个系统 就是已经做好的这个Windows 10 内置OpenWT软路由的这个系统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 我们点击这个执行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系统呢就在往你的硬盘里边写入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吧 好系统写完以后呢 所有的盘都拔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拔掉盘 这个VPE系统还是可以运行的 好现在我们点击这个Windows引导修复 然后这边选择UEFI 这个自动的挂载的是这一盘 然后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到底这个挂载盘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分区工具 你们就可以看到 200M的一个第一个分区就是这一盘 那就是说明没有问题 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修复 点击是 好 恭喜你引导修复完成 修复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重启我们的电脑 重启之后呢 快速的按这个Delete键 然后我们找到Windows Boot 然后这个设置为第一启动向 往后翻 然后保存并退出 好 现在呢就开始进入Windows系统了 好就是这不快 密码是123 现在呢就进入这个Windows的系统了啊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呢是集成了i225的这个2.5G网卡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软路由是2.5G 那你另外接的那一口 也是2.5G 比如说我现在另外一个接的是我的电脑 它也是2.5G 它才显示2.5G 如果呢你软路由是2.5G的 然后你接的另外一个 网口它是千兆的 那这边呢会显示千兆 并且我已经把这个Hyper-V的这个快捷启动方式 就是放在这个状态栏里边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 这个就可以进入这个Hyper-V里边 并且已经配置好了 大家可以看并且 你安装上这个系统 只要Windows 10启动之后 这个里边的OpenWT系统就已经开始运行了 这个都不需要管 并且这些网口呢 我都已经给添加好了 一切呢都不需要管 虚拟机里面默认的分的CPU是 默认的分了一个核心 分了一个G的内存 如果你觉得少 你可以右击鼠标点击设置 在这边呢找到这个CPU 然后可以给它多分配一点 然后内存也可以给它多分配一点 分配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OP系统呢 先关掉才可以去分配的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电脑的C盘里边 这个里边的文件就是我们软路由的系统 这个里边的东西你不要动 你动了之后 你的软路由就出现了问题了 这些的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其实使用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这个网络 那现在打开这个网络设置 我们找到所有的这个网卡 更改适配器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脑里面 这些所有的这些网卡了 只需要找到这个LAN3的口 怎么去找 就是你找一个网线 在这四个口上面来回的插一下 看哪个口插上去之后 LAN3口它是连接的 好那我现在呢就已经插到这个网线上面 这个是LAN3口它是连接的 你只需要找到这个口就行了 其他的你就不需要管 它插在了ETH0的那个物理网口上面 对应的就是这个LAN3口 为什么是LAN3口 是因为我在配置这个HyperV的时候 我给他命名第一个是LAN3 我们用一根线连接这个LAN3口 另外用一根线呢 连接我们的另外一台电脑 那这样操作的话就更容易理解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人一直是在这个Windows10和这个HyperV里边的OP系统之间呢 他们搞不明白绕来绕去 所以这个我们下面呢就简单一点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Windows系统先给抛弃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软路由来配置就行了 好现在来到我的另一台电脑上面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网络设置 如果你是Windows的话 也是点击这个网络设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连接的这个网络 正常的情况下 它是会自动获取IP的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固件呢是ETH的 所以它默认的是192.168.5.1 所以它分配出来的这些IP呢 都是5点多少多少 已经给我的这台电脑分配IP了 那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登录这个软路由的后台了 如果它没有分配IP这边是看不到的话 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手动 然后给它填写一个 比如说192.168.55点 多少多少 5.15点多少都可以 只要不是5.1就行 好然后我们就去浏览器 输入192.168.5.1 就是软路由后台的地址 如果能够进入这个页面 那说明之前所有的配置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然后我们直接登录 因为这个是没有密码的 好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先进行设置一个密码 那这边呢 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进来之后这个网口的设置 这边为什么会显示千兆 就是因为我现在 我的这台Mac电脑上面的USB网卡 它是千兆了 所以这边会显示千兆 好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LAN口 这边的话我们先点这个物理设置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看一下 如果这个无论哪个接口上面有这个WAN口的显示的话 你就不要选 这个可能会错乱 就是可能会跟我这不一样 我这个是ETH1 你的可能会是其他的 但是没关系 你就看这个WAN口就可以了 是WAN口的你不要选 然后把这三个320 把这剩下的三个都选上 然后这边也是打勾 就是一个桥接的模式 最后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再点一次这个修改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登录软路由后台的这个地址 那它默认的是5.1 我们可以给它随意的来改 比如说我可以给它改成10.1 31.1等等 这边我就不改了 不改也是可以正常用的 然后这边网关的要跟这个IP地址要一样 就可以了 剩下的DNS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比如说我添加的是R3.5.5.5 这是阿里云的 这是谷歌的 然后最后我们点击一下保存和应用 然后再回到这个WAN口 其实这边的设置都跟我们软路由设置是一样 软路由怎么设置 这边也是怎么设置 那这边呢我们点击这个物理网口 这个WAN口我们要选择这个有WAN的这个标志 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你选错了是没法上网的 这些口呢跟我们软路由上面真实的这些物理网口 它有时候不是一一对应的啊 大家你要明白就行 因为这个HyperV配置出来这个网口都会错乱 你需要自己去尝试看哪一个是WAN口 但是在软路由里面是需要这样设置的 好设置完以后 我们待会的话要去上面去试一下看哪个是WAN口 好我们直接点击保存和应用 这边呢我默认的是DHCP 如果你想作为一个二级路由的话 我们就DHCP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作为主路由的话 你直接选择这边的这个 PPPOE 然后里面点击一下切换 填写你的宽带账号和密码 保存和应用都是可以的 好等这所有的设置完以后呢 我们就要看哪一个是WAN口了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AN口已经连接以后 它是有数据包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连接这个WAN口 我们下面呢就去看一下剩下三个口 哪一个是WAN口 为了更好的区分呢 我的这条黑色的线接的就是那个LAN三口 然后呢连接的我的Mac电脑 那现在我们再从路由器上面 从一级路由器上面拉出来一根线 这个就是WAN口 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随意的来插一下 然后你插上之后 然后呢你去看一下你的路由器的 这个WAN口它有没有反应 如果它有反应的话 那它就是如果没反应的话 我们再去换另外的一个口 我们现在呢就是连接的这个口 那我们电脑上的WAN口就有了反应了 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WAN口上面已经有反应了啊 那它已经成功的识别了这个IP地址 我的一级路由是192.168.31.1 那现在只是作为一个二级路由 所以它有反应之后 好我们就可以确认啊 这个是WAN口 这三个是LAN口 那剩下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路由器 正常的接待你的家庭网络当中就行了 然后你也可以进入你的这个Windows系统里边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Windows系统 现在也可以正常的来上网 并且呢我们其他的网络都可以正常上网 剩下的两个网口 我们可以外接一个无线路由器 或者是接到另外的设备上面 接到NAS 或接到一个交换机上面啊 都是可以用的 好等这所有的设置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右击这个OpenWT 然后给它创建一个检查点 这样如果以后后面出现了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OpenWT的 它这个设置呢 还原到最前面某一个时段 它的设置啊 所以呢这样的话 也不怕我们把这个系统给搞坏 对吧 那之前最早这个系统里边自带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还原点的啊 如果真的出现问题 你可以把它回还原到 安装系统的时候那个节点啊 同样配置好以后呢 你给它再还原一下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更加的保险一点 我们最后来 我们最后来 感谢观看